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原本坚持参选下届新竹县长到底的国民党立委林维州,传出将召开记者会宣布退选,理由可能是为了顾全大局。 有媒体报道,粗承林维州决定退选关键人物,事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两位国民党大佬。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,林维州日前不满自己民调最高却不被国民党提名参选新竹县,在8月初自作二次民调节显示自己领先国民党提名的杨文科后,正式宣布托党参选,国民党新竹县党部对此也立刻建请党中央要开除林维州党籍,但提案却在中常会被搁置。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19日全代会后受访时表示,希望保留最后一线机会,担心若真的把林维州开除,那林之后连竞选连任立委的资格都失去了,因此把开除案给压下没让中常会通过。 在27日参选登记开始后,林维州却突然连续两天对外失联,甚至也不接记者的电话。 巧可的是,当天陪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登记的马英九,被媒体询问相关议题时,就与戴玄机的指出, 目前正在努力协调,两天后很快可以有结果,这也让外界猜测,马的说法是否透露过民党在新竹县长之争能以团结收场。 另外,王金平在国民党全代会后又一次找林维州详谈,提醒他要注意最近的民调,蓝营的整合情况以及要之所进退。 没机会就别逆势而为。 一名知情人士也表示,林维州这两天和新竹县当地的重要人士见面,评估近期多份民调后认为, 民国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可能会在蓝营分裂下获得胜利,加上杨文科在整合后后是看长,因此决定退出新竹县长的选战。